在京华冰红西路一家欧拉赛斯店 记者见到了小李这辆欧拉白猫 主驾驶这扇车门的下方有明显凹陷 在赛斯店的报价单上 总金额是3231元 其中拖车费150元 左前门和左前叶子板这些维修项目 一共3081元 折进去了 已经凹进去了 然后我现在车门也关不上 除了修车跟拖车费用之外 还有哪些费用你是希望停车厂来赔偿给你的 这个停车费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两天 我通勤的出勤的招中费用 小李说车子是2021年花6万多买的 一直很爱惜 没想到这次去医院停车会遭遇惊险一幕 来到京华市中心医院的地下车库富二层 这排升降车位分为上中下三层 其中最下层的车位在地面以下 每隔一段距离车库立柱上 都有一个升降机的操作台 上面还有红色的急停按钮 立柱上还贴着非工作人员严禁操作 后果自负的文字提醒 中午12点多地下车库里进出的车辆比较少 记者没有看到工作人员操作升降机的过程 小李说10月15号上午8点多 他开车到医院办事 当时地库富二层的普通车位都停满了 就把车停到了中间这层的升降车位上 这个机械车位的升降是由谁来操作的 工作人员 他们当时把你的这个车子是降到了 下面 你是隔了多久以后来取车 大概三小时11点多左右 你来取车的时候啊 这个车子是怎么升上来的 也是由他们工作人员操作 小李说车子升上来后 自己坐进车里 车门还没关好就出事了 然后车位就发生了下沉 大概下降了多少 半米到一米吧 左前侧的车门是卡在什么位置呢 就卡在这条 金属杠上 对 当时呢我认住了 然后当时工作人员也正好在现场 然后就去按了紧急按钮 后来这个车位怎么回上来呢 他们操作的 掉了保险 然后呢也接了报了警 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 警察给我打电话说 是有抓拍到 是有有人按 这张照片是事发当时的监控截图 在小李上车之前 升降机的操作台附近出现了一只手 照片的边缘还出现了一只脚 小李说直到当天下午将近一点 他才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付了15元停车费之后离开现场 10月17号 他联系上地下车库管理方的负责人 记者注意到 车库入口的收费排上收费单位是 浙江经易医药有限公司 他们表示他们只承担次责 他们为什么认为自己是次责的 因为他们说他们在抓拍到 有人有他人按了这个案件 且不是工作人员 他们的证据是什么 他们有抓拍到一张很模糊的图片 但是那个照片上只能看到手和脚的部分 对我认为这次事故的责任主体就是 医院的地下停车库管理部门 因为首先呢 这个升降设备是由专人操作的 我们车主是不能操作的 那么我这个车辆在升降里发生的事故 肯定是由他们负责的 小李说他问过保险公司和民警后 觉得还是应该由车库管理方负责 但沟通了很多次 一直没有谈论 按照小李提供的号码 记者联系了地下车库管理方的负责人 对方在电话中确认 他们公司就是浙江精益医药有限公司 至于地下车库的升降车位数量 和工作人员的人数配置 这位负责人表示不便回复记者 是有其他的车主 然后触碰这个操作台 导致那个升降机嘛 下降了嘛 然后他的车就被那个 那个刮去了嘛 那么他去操作的时候 工作人员没有阻拦吗 没有 工作人员在帮别人 因为我们不只 我们还有其他有车友 和客机取车 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点吧 我连照片都发给他老公过来 公司的照片我们看到 只有手和脚 连人脸都看不到 我有人脸 你这边有人脸的照片 因为我们在其他视频上 找出来人脸 我也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没有责任 那我是觉得他 但是误触的那一方 我觉得是主要责任 所以我一直强调 就是车主去报警 那我们反正都在医院里 我们全程配合 他所谓的能提供脸呢 也是按照这张图片 抓拍图片 倒推在场的人员 然后帮我找到这个人 这并不是直接证据 我认为还是停车管理方 是直接主体 小李表示 既然双方谈不拢 他准备向属地街道的司法所 发映情况 关于双方这场争议 记者也请教了律师 这个设备突然下沉 导致这个车辆受损 主要原因是 停车场没有做好 它的管理工作 导致有非工作人员 在操控停车的机械和按钮 导致这个小姑娘 这个车子受损了 所以停车场应该 全额赔偿小姑娘的车损 你如果能找得到 那个造势者 你可以向他追场 1818黄金眼记者 金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